陶基職員陪觀光局官員之子結果 因為那30分鐘的喝咖啡 想不到自己確診了 連他5歲的智子也確診了 是在Colin 那特別是陪觀光局官員 這個觀光局官員是誰呢 現在被踢爆就是觀光局主密 觀光局主密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 主密的兒子要回國 其實回國之前就已經發燒了 可是他自己也沒講他發燒 所以我們往下來看 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他兒子發燒了沒有講 想不到主密呢 兒子回來還要大動作大陣仗 找人去接找了誰去接呢 來找了在陶基的張姓主管 這當然是觀光局的主管 然後觀光局主管 跟牛姐的王剛269這個員工 跟他一起去接主密的兒子 結果呢 他們三個碰到麵之後 又喝了30分鐘的咖啡 不得了慘了 主密的兒子後來確診了 是我們的277愛 這位倒霉的 跟張姓主管一起去接機的員工呢 也確診了 他是269愛 結果他又讓他5歲的小朋友 也確診了感染了5歲至子 主密呢 在下午3點半也沒請假 上班時間 開車又去接了他自己兒子 所以主密被降職調查 而這位張姓主管也記了一大過 但這個事件風暴越滾越大 那因為在防疫當下 你是官員 你怎麼可以自己先違背規定呢 那個其實這一次 要不是說那個有這武漢的疫情 那有這些人 這些確診的人感染到的話 那這種事是稀疏平常 稀疏平常 對啊 因為你 馬屁文化嗎 因為張姓主管是不是在拍馬屁 對 不是 你今天是這樣子的 那個我們整個的一個公務體系裡面 拍馬屁太多了 其實像我們立委 像我每次出國 我都點點的偷偷摸摸的出去 那可是不知道怎麼搞的 人家會特別知道說 我要出國 既然我在機場的時候 我本來跟很多好朋友 我們可以去貴賓市去喝咖啡 聊聊天 很輕鬆 那每次出國就隨便亂穿 就很輕鬆 可是突然之間就冒了一個 不是交通部的 因為我是交通委員會 不是交通部的官員 不然就觀光局的官員 不然怎麼在機場的 就跑來 就站在那個什麼化位的那個 那個航空公司化位的櫃台 就站在那邊等你 說委員你要出國 我就嚇一跳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要出國 他怎麼知道你要出國 不知道 那有時候他們會怎樣 他們會在辦公室 因為很多很多國會聯絡人 都會在立委辦公室裡面 穿來穿去 那是不是聽到我的助理講或怎樣 那他們就會陪著你 還要說好像幫你拿東西 還要幫你陪著你進官什麼 那事實上我們立委 本來可以有公務可以禮儀通關 那我通常我都是走一般的 那你想想看 他們為了什麼 就是說好像就來巴結你來那個 就馬屁五貨 對啊 那你不要看看這個一個祖密 有很多人說 那祖密的官好像不大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能巴著他 包括你想想看 你記不記得以前那個 桃園那個桃季那個中控室 那個中控室 其實中控室 你說中控室的主任官大不大 也沒什麼大 他就是管了一些派遣工 每天就監視著那個機場 有個中控室 就是有很多螢幕 他有螢幕嗎 對 你看那個螢幕 然後我還看到說哪個地方有問題了 這是當初被踢爆的是不是 對啊 那你看看那個中控室那個主任 他管著那些派遣工 那那些派遣工 你看看派遣工要讓他摸的人 他就很喜歡 還有中共士兵酒家 對啊 美酒美女啊 對啊 你想想看 要他讓他摸的人 就沒事 不讓他摸的人 就一天 找麻煩 一天上班 八個小時 他可以給你分三班牌 比如早上九點到十點 當然其他叫你回家 那下午兩點到四點 回家 再來晚上再幾點 反正就做足八個小時 給你分三班 那你整人家 可是你怎麼辦 有些人為了要工作就忍耐 甚至你看看 我剛剛看那個螢幕 他坐在中控室的前面 在看那個螢幕 你看看 有那個威士忌在旁邊 還有甚至有一些菜 還有包括他們裡面有個主管 生日 還可以在中控室裡面開趴 那你在中控室裡面開趴 開趴那個菜從哪裡來 就是叫那個機場的那些餐廳送過來 那酒找誰送 那不然也許 我不知道找誰 反正都賣久了 他就來 你想想看 一個小小的中控室主任 他的權力就可以這麼大了 那你一個主密 官公局主密 你何況官公局主密 所以他在婆 所以你說那個張姓主管 你今天知道主密的兒子要回國了 那當然倒楣的就是他 他那個下屬還跟著他去 那個倒楣的269 好 我們來看 269 還包括更倒楣的是他那個269 5歲的小孩 好 我們來看蘇葵真怒 他說想不到現在還有這種官場文化 當然有 這件事情非常不該 第一個就是這種官場落席 早就該改 我不知道 原來還有這種人在機場服務 孩子沒有到位 他也沒有到位 還到立法院 還在部裡開會 這樣影響實在重大 這一方面的錯 造成這麼大的這個傷害 我們覺得非常不該 這個案子是什麼 這叫做前線施警後 前線施警 我們的陳時中三個半枚 還要去看類包機的人 對 但我們後方的官員一直在扯後腿 我們來看 這個回來他已經忙到晚上了 結果把那個N95脫掉 把那個面罩脫掉 他臉上就出現了勒痕 這個勒痕叫做天使的勒痕 包括陳時中 包括所有的當天的醫護人員 最累的還是第二次的武漢包機 因為很多人數瞧不攏 那個飛機到台北的時候 已經凌晨2點半了 忙到完已經都早上了 忙到完以後沒有睡覺 馬上8點召開記者會 所以他那一天講第一句 他講話 因為他是高雄人 所以他講話有台灣的口音 都說 他就有一個尾音 都有一個 所以他的講話就是 但是民眾也喜歡聽他講話 覺得他講話很有 那個語言魅力 因為台灣有一個俗稱武漢肺炎 那個名字 那個疾病的名字 會不會造成更多人會覺得害怕 這樣的一個肺炎或病毒 其實他有很多的 我想社會上都一樣 不管哪一個名稱 都有這種學名 俗名 俗稱 大家都會採用一個 他比較覺得講起來 比較順的一個講法在 也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特別歧視的意義 而且就像憲哥所說的 過去的部長都是報酬 從來沒有出過一個 國中高中沒有畢業 用同等學歷去考大學的部長 沒有錯 不要突出部長 這是第一次 對 他是說他有這種學習障礙 不過他可能是初中 還有高中的那一個部分 可能也是愛玩 所以他就利用在補習班裡面 補了三個月以後 用同等學歷 所以他初中沒有畢業 所以他沒有國中畢業證書 也沒有高中畢業證書 沒有 初中沒有畢業 但是他補習三個月以後 考上建中 建中沒有畢業 又利用補習班 考上台北醫學院的牙醫 不過他的牙醫的同學 跟大家講說 其實他對數學這個方面 很有概念 對數據很有概念 所以你看他召派記者會的時候 他講出來的數據 而且講得非常肯定 非常有信心 他會讓全國對這個疫情 非常有信心 不會覺得說 你怎麼說話這樣 怕怕 你自己頭皮皮做 我要怕死對不對 不會有這樣子 而且他講話慢慢的 讓他覺得 很放心的那種感覺 那他跟那些高中同學 還有他一些大學同學 到目前來講 有時候白天打橋牌 晚上打麻將 那有人說他記憶力很好 現在沒辦法了 現在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 但是他都在好心攜帶 做牙醫一陣 好心攜帶 在打橋牌 他說他記憶力很好 他這個牌打出去 就像我們聽麻將一樣 記憶力好的 你就知道你打什麼牌 什麼牌就知道 他記憶力很好 而且他懂得你的心 因為所以他是橋牌高手 他也是麻將的高手 那我們從他的太太 而且他是書箱門店 他老爸是教授 結果他國中高中沒畢業 而且還整天打橋牌打麻將 這也很特別 那他的太太說 當初在跟他戀愛的時候 覺得他很會控制時間 很會掌握時間 結果後來結婚 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工作狂 結婚以後才發現 除了工作以外 他的午休以及晚上休息 不是在寫稿 就是在談一些公共政策 甚至在寫一些東西 另外連他自己要去預約 要去看牙齒的時候 都要預約 結果他跟他有時候 就沒有時間見面 沒有時間見面 所以還要再自己去預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鋼鐵部長 為什麼最近這樣穿 穿到不是只有穿台灣而已 穿到外國去 現在所有的國家都要學台灣模式 台灣成功的模式 而且很多人都在學陳時中 都覺得能高音 只會到外國去 這裡 請大家來記錄